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0月31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富士康成千上百的员工翻过金属栅栏 背上大包小包 或沿着高速公路 或沿着乡间小道 开启了长途跋涉 乍一看这些网上的照片 仿佛是难民逃难 实际上他们是在逃逸疫情的意 河南郑州的富士康工厂 因为疫情进行封控防疫 一位姓袁的富士康员工告诉路透社 再也忍受不了工厂的封闭管理后 他终于在周六晚上 决定与其他员工一起逃出厂区 他连夜向北向河北走去 郑州厂区是富士康在中国的最大工厂 袁先生对路透社说 好多人都已经在路上了 自10月中旬以来 郑州富士康工厂发生疫情 为了控制疫情 工厂实施了全面封锁 并且拒绝透露真实感染人数 袁先生表示 10月14日起园区关闭 全员被无休止的要求做核酸 大约10天之后 员工又被要求戴上N95口罩 还发了中药 有人会在工作中被叫走 如果他们第二天没有出现 那就意味着他们被带走了 袁先生还告诉了投射 富士康园区大约有2万名工人 正处于强制隔离状态 但是他不能确定有多少人被确诊 因为管理层并没有公布相关信息 另外有5名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的工人则表示 随着新冠病毒的继续蔓延 工厂的情况逐步恶化 食品和医疗用品都出现了短缺 工人被锁在宿舍里进行隔离 而宿舍里一片狼藉 作为苹果生产iPhone的主要制造基地 富士康郑州厂区约有20万名员工 2019年该工厂向外国出口了320亿美元的电子产品 是中国第三大出口商 到了周日 有更多的工人加入了逃逸的队伍 一位姓董的员工告诉彭博社 走廊里到处是垃圾 食物更是难以得到 富士康这次搞砸了 董女士于10月下旬报告发烧 随后就被隔离 期间她试图拨打员工求助热线 和附近医院的电话全都没打通 最后靠她熟悉的同事送来了药物 这一经历使她决定离开富士康 周日上午她翻出栅栏 开始了9小时的长途跋涉 前往开封附近的一个小镇 有些员工甚至步行了超过200公里 回到河南省新安县的老家 他们表示虽然富士康是收入最多的 蓝领工作之一 仍然有很多员工不想走 但是他们不会再回到富士康 因为那里没有人性 由于逃逸人数众多 引起沿途市民的注意 很多当地民众在得知情况后 伸出了援手 他们将瓶装水和点心 留在了主要道路旁 供逃逸的人士免费取用 董女士甚至在一段路 搭上了一辆顺路的卡车 富士康的朋友们给你们准备了一点鸡蛋糕 可乐还有碰盐水 如果你们路过了 可以随时来吃来拿 千万不要感觉害怕 利索能及的帮点你们吧 富士康兄弟们已经到信仰了 这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种咬 还有法绵绵 火车唱鸡蛋糕 雪比科乐 碰盐水 可以给大家跑免费自居 大规模的逃逸事件 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 周日当地政府开始安排公共汽车 将这些工人分别送回老家 进行集中隔离 郑州市官员周日表示 他们将启动富士康员工 点对点返乡活动 富士康则称 将全力以赴 确保所有富士康员工 顺利安全返回家园 并且承诺将会改善任何愿意留下的员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一位姓曹的员工表示 他的姐姐在宿舍被隔离 而他的老家又太远 因此他不得不选择留下 他表示富士康的生产线还在继续生产iPhone 知情人士称 富士康郑州工厂11月份的苹果手机出货量 可能将减少多达30% 知情人士周一告诉路透社 富士康目前正在努力提高深圳工厂的产量 以弥补郑州工厂产量的不足 富士康是苹果最大的iPhone制造商 生产的iPhone占全球出货量的70% 而生产iPhone的业务也占富士康45%的收入 富士康相关负责人接受官媒《河南日报》专访时称 目前在郑州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富士康郑州科技园正尽最大努力做到生产防疫两手抓 全力组织好无疫情车间的生产 同时负责人还称 当前正处于生产高峰期 对工人的需求较大 为了降低疫情带来的影响 集团也会协调其他园区的增援 园区已经从10月29日起逐步恢复糖食 目前能够保障工人免费的一日三餐 公司并且说盼望疫情稳定后 员工可以返回岗位 随着新冠病毒的变体越来越容易传播 要清零已经成为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中国周日报告了2675例新增本土病例 以前一天增了802例 这是自8月10日以来的最大感染激增数 被称为上海疫情风向标的上海迪士尼乐园 于周一突然宣布闭源 已经在园内的游客被要求当场做核酸 得到阴性结果后方可离开 在过去三天去过上海迪士尼乐园的人 也被要求连续三天做核酸 而迪士尼乐园的恢复运营时间将会另行通知 上海周日并无新增本土病例 一共只有10例无症状感染者 香港大学病毒学家京东燕教授表示 大陆当局制造了恐慌 将新冠病毒描绘成洪水猛兽 这非常可怕 三年来大陆政府没有纠正这一错误形象 这是造成问题的根本原因 他说如果有一天中国走向重新开放 这一点必须改变 京东燕教授表示 现在通过全面接种疫苗和新冠治疗药物 已经可以避免许多老年人的死亡 有网友分享了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医疗队的内部通知 该通知提醒富士康的患者不要惊慌 因为新冠病毒不会引起严重疾病 即使它比以前更容易传播 网友表示 这样的通知难道不是应该通过国家媒体传达给所有人吗 但是相反 在公众层面 政府反应强烈 派出200人工作组进行检查 并派出400人对工厂 宿舍和公共场所进行消杀工作 怨然是一副对待绝症的状态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即韩国首尔发生万圣节活动踩踏事件 造成上百人遇难之后 周日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一座吊桥发生断裂 导致超过500人落水 截至周一报告死亡人数至少141人 据悉事发当时 人们正在大桥上或是大桥附近参加印度的传统宗教节日排灯节 在场的不少人都是因为参加仪式而来的游客 地方官员怒斥 吊桥的营业者结束结构整修后 并未通知政府重新开放 政府根本没有签发安全适用许可证 民众代表则指控 营业者售票超过桥梁的载重上限 网顾安全 当地警方已经展开调查 目前已经拘留9人指控故意杀人罪 这座230米长的大桥 建于19世纪英国殖民时期 半年前因为翻新工程暂时关闭 直到上周才刚刚重新开放 与此同时 印尼政府则阻止了一起可能发生的踩踏事故 印尼亚加达周末一场音乐节活动 因为门票超售三倍 导致数十名观众晕倒或受伤 警方介入后提前结束了这一活动 年末将至各种节日分支塌来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世界首富马斯克在上周买下了推特之后 第一周就发起了暴风式的裁员 美国《华盛顿邮报》周一报道 知情人士透露马斯克计划解雇四分之一的员工 作为第一轮裁员 而长期担任马斯克法律代表的 知名律师斯皮罗领导了有关裁员的对话 根据监管文件 截至2021年底 推特拥有超过7000名员工 因此裁员人数将接近2000人 马斯克否认解雇推特员工 是为了避免股票赠款的支付 上周马斯克已经解雇了包括CEO、CFO在内的三大高管 预计将会支付他们约1亿美元的前三费 而在周日作为改革推特的步骤之一 马斯克发推表示 推特将会修改其用户验证流程 但是没有透露更多细节 两名知情人士则透露 推特正在考虑 对推特拥有蓝色标记的账户进行收费 出现在推特个人资料上的蓝色验证徽章 可以让人们知道该账户是真实的 经过验证的账户 用户名旁边均带有蓝色标记 这是帮助人们区分知名账户真实性的一种方式 如果该方案得到推进 那么拥有蓝色标记的用户将会需要 每月支付4.99美元或是更高的价格 否则将会失去已经验证的徽章 但是这一方案仍然在讨论当中 马斯克表示 他购买推特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 而是试图帮助所有人建立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